我们一样一起把39章念过一遍 第一节预备开始 把金子垂成薄片剪出线来 与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 又为以福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 接连在以福德的两头 其上巧公支的袋子和以福德一样的做法 用以束上 与以福德接连一块 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避免的细麻做的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又着出两块红麻脑 镶在金槽上 仿佛刻图书 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 将这两块宝石 安在以福德的两条肩带上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八节 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 和以福德一样的做法 用金线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避免的细麻做的 胸牌是四方的 叠为两层 这两层长一虎口 宽一虎口 上面镶着宝石四行 第一行是红宝石 红壁席、红玉 第二行是绿宝石 蓝宝石、金刚石 第三行是紫玛瑙 白玛瑙、紫金 第四行是水仓玉、红玛瑙、碧玉 这都像在金槽上 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 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在胸牌上用金金拧成如绳子的链子 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 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 安在以福德前面肩带上 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在以福德里面的边上 又做两个金环 安在以福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 哀尽相接之处 在以福德巧公之的带子以上 用一条南系带子 把胸牌的环子和以福德的环子细住 使胸牌贴在以福德巧公之的带子上 不可与以福德离奉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22节 他用资公做以福德的外袍 颜色全是蓝的 袍上留意领口 口的周围支出领边来 仿佛开甲的领口 免得破裂 在袍子底边上 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并碾的细麻 做石榴 又用金金做铃铛 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 底边的石榴中间 一个铃铛一个石榴 一个铃铛一个石榴 在袍子周围底边上 用以公职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织成的细麻布 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 并用细麻布做冠冕 和华美的果头巾 用脸的细麻布做裤子 又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并脸的细麻 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 在上面按图书之法 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又用一条蓝细带子 将牌细在冠冕上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32节 帐墓就是会墓 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 他们送到摩西那里 帐墓和帐墓的一切器具 就是钩子 板 栓 柱子 带卯的座 染公羊皮的盖 海口皮的顶盖 和遮掩柜 和遮掩柜的盖子 法柜和柜的杠 并施恩座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 并成色柄 金金的灯台 和百列的灯盏 与灯台的一切器具 并点灯的油 金坛 高油 辛香的香料 惠幕的门帘 铜坛和坛上的铜网 弹的杠 并弹的一切器具 洗镯盆和盆座 院子的围子和柱子 并带卯的座 院子的门帘 绳子的绝子 并帐墓和会幕中 一切使用的器具 金工座的礼服 和祭司雅伦 并他儿子 在圣所用以 公祭司职份的圣衣 这一切工作都是 以色列人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怎样吩咐的 他们就怎样做了 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 就给他们祝福 阿们 感谢主我们读完了 这个出埃及记的39章 那我们有说到 从整个出埃及记 它的整个大架构 从1到15章 它是在谈救赎 出埃及过红海这件事情 那从16章 一直到24章 它是在谈神的诫命和典章 要守道理 那从25到40章 是在谈建会幕 以及找工人 所以 这个是整个大架构 那在建会幕找工人的 这一大段 25到40章里面 那这个 做了两次的约 那因为中间夹了32到34章 金牛犊的事件 以及摩西的代求 甚至是这个神再次的立约 所以 35章到39章 是神再一次的 重新 讲一模一样的事情 会幕的指示 所以我们看到39章 我们其实也可以 都算很熟悉 如果我们每天都有这样子 按进度来查考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第一节 39章的第一节 到31节 它就是在讲祭司的 祭司的衣服 里面有大祭司的衣服 还有祭司的衣服 也就是亚伦的后裔 所以我们上次也和大家有分享过 那从32节以下到最后43节 它是在讲整个工都做完了 那好像最后要盘点每一个器具 那所以就是再把35到39章的内容 再次点了一次 那我们今天也是分成这两个部分 和大家彼此来学习 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再次的再来谈祭司的衣服 那第二个部分 从32节以下我们谈 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 我们就分这两个段落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祭司的衣服 这个我们 1到31节在谈 大祭司的衣服 那这个图 我们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所以1到31节呢 也就是在讲它里面的这些事情 那我们上一次都有大略的 有说它身上的这些属灵的意义 好比说要兼当百姓的软弱 那要心怀每一个支派在心中 那甚至要能够穿上属天的外袍 那我们再深谈 那蓝色的这个外袍呢 是大祭司才会穿的 那之后他还有讲到一些祭司的衣服 那所以今天 我们这个应用到我们今日 今日我们祭司 怎么来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复习一次 我们请看启示录的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 第九节 启示录五章第九节 第九节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阿们 在最后这个启示录里面 神的讯息都是一致的 那他告诉我们 主耶稣就是这个神的羔羊 他为我们世人走上十字架 为了我们的罪 为了呢就是希望 能够将我们这个 本来活在这个埃及世界的人 罪恶当中 罪的奴仆 救赎出来 那怎么救呢 他说要用血 耶稣流血 为了我们 所有的人 所以他说 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全世界 四方都是 那但是这些人呢 被赎回来 他有说是因为 用自己的血 也就是耶稣的血 来买回来 第十节才说 归他们做祭司 所以今天要成为神的祭司 表明要经过耶稣的血 那我们在上礼拜六 早上 也有和大家学习 要怎么样被耶稣的血买回来 一定要经过洗礼 经过了那个圣经当中的 合乎圣经当中的那一种洗礼呢 那圣灵的运行 洗去我们的罪 在大水当中 因为耶稣使徒都是这么洗 洗掉之后 才能够做祭司 所以我们真的 一再的彼此勉励 我们线上的 很多的亲朋好友 小弟很感谢神 我们听到有好多的亲朋好友 从这个不能聚会之后 其实最近几乎每天 都和我们在线上来学习 那既然主耶稣一直在感动我们 在这个时刻来领受祂的话 那根据圣经 要经过洗礼 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 我们才能够成为祭司 我们真的很盼望我们一起 在这个末世 末后的日子里面 成为祭司 那我们已经成为祭司的 属灵的祭司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到了启示录里面 我们看到 祭司要穿衣服 那才能进圣所里面去服事 那可是到了启示录里面 讲到有一些人 倘若最后没有进到圣所里面 会被践踏 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一章 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 第一节说 有一根尾子赐给我 当作凉度的帐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殿中礼拜的人都凉一凉 只是殿外的院子 要留下不用凉 因为这是给了外帮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这里讲到 神最后要来量 测量他的殿 在殿里面 我们现在是在谈会幕 可是到了后面 所罗门会见殿 甚至到启示录 又有所谓神的殿 表示这个是指属灵的事情 在属灵的殿里面 他说 殿外的院子不用凉 因为是要给外帮人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所以要进到殿里面 这个表明是祭司 祭司才能进到圣所里面去服事 可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外面 外院 我们知道这个会幕 外面还有外院 甚至圣殿也是 只停留在这边 可能 有了我是基督徒 可是没有进到圣所里 表示要穿上我们的祭司的衣服 那要经过洗灼盆 这个洗手洗脚 清洁自己 成为圣洁 追求圣洁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圣所里面 那要不然外面的是给外帮人来践踏 那外帮人 有一个部分 他也可以指责是 不领受真道的人 因为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有提到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可以找一两 就私底下跟他讲 不听再找一两个 再找教会的人 那倘若他不听 不听教会 十七节他就说 就把他当作外帮人一样 所以 这种外帮人 表示是一种 不领受主导的人 那教会也有去规范 去劝导 可是他不听 那也不是一次 他是层层关卡都不听 那就把他当外帮人看 那外帮人最后会践踏 所以我们彼此勉励 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真的要很努力的 遵守神的道理 并非成为这一种的外帮人 不认识我们的亲朋好友 还是我们 我们主内同龄更是如此 领受真道 那要实践出来 那在撒加利亚书里面 有看到有一个大祭司 名叫约书亚 他的身上的衣服 也是污秽的 我们来看这个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第三节 第三节说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吩咐在他在面前的说 你们要脱去污秽的衣服 又对约书亚说 我使你脱离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阿们 这里看到 有一个神重要的工人 大祭司约书亚 那他穿着污秽的衣服 我们说这个要能够洁净衣服 成为圣洁 那可是他的衣服是污秽的 所以第四节 他说要怎么样使那个污秽的衣服 再次洁净 要脱离罪孽 那才能穿上华美的衣服 那之后呢 要怎么样再脱离 要怎么样穿上这个华美的衣服 第六节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愿意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战利的人中间来往 阿们 这里有使者告诉约书亚 大祭司约书亚 要能够遵行神的道 神的道 才能够洁净自己的衣服 脱离罪孽 所以在诗篇也是这么讲 诗篇119篇第九节说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们一再的看到这件事情 不是只是穿上了这个祭司的衣服 就圣洁了 就完全可以进到圣所里面来服事 要能够不断的借着神的话语来洁净自己 所以我们真的彼此勉励 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弟兄姐妹 真的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赶紧赶紧的来遵守神的道理 那因为只有神的道理 遵行的人才能够不断的借着道理来省思 我自己没有做到什么事情 在那种省思里面 反而可以使我们脱去罪孽 将来可以得见神的面 那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是这样 我们已经穿上了这个衣袍 祭司服 可是最后我们的行为 没有办法追求圣洁 那还是很多脏污污的 污汇 那这个污汇的衣服怎么建筑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时刻更要预备 努力的来遵行神的话 来得到洁净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 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 那我们第二个段就来分享这个 这个是表明 以色列人神的选民非常的顺服 那愿意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样式 来建造神的会幕 那因为神说 神为什么要造会幕 因为他说他要住在他们中间 那所以他要住在这里 表示这就是他的家 那做工的人 就要照着神的吩咐来建造 好比说我们今天 要自己室内设计 因为我们的新家 那可是今天 这个我们自己理想够好了 那可是交给做工的人去 他做另外一套 他认为他那样子比较好 可是跟我们想的家 不一样 那因为这个不是他们要住的 是我们要住的 所以这个概念也是一样 因为神说神要住在他们中间 那又就是要照他们的吩咐去 照神的吩咐去做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35到39章 我们一直看到一件事情 神在指示会幕的时候 就一直指示说 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样式 在过程里面 他呼召了两个很有恩赐的功能 一个叫做比萨列 一个叫做亚和利亚伯 那这两个功能很有恩赐 可是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恩赐 就超越了神的旨意 就说为什么这个海狗皮 要放在那个顶盖 看起来很黑 也没有 因为这是神吩咐的 他们就照着去做 金灯台为什么不放在北边 本来放南边 那因为这是神的吩咐 所以他们就照样去做 他们这个叫做所谓的顺服 有恩赐 可是去顺服神的旨意 这个就不简单 值得我们今天 学习道理的人 彼此来学习 那这个藏目呢 藏目到了新约之后 神说这个叫做所谓的天上的增藏目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八章 西伯来书八章第一节 西伯来书八章一节 我们所讲的是 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自大者宝座的右边 在圣所就是真藏目里做直视 这藏目是主所知他的 不是人所知的 阿们 到了新约 西伯来书是新旧约的一个桥梁 所以为什么要读旧约 因为我们才了解新约 它有很多的属灵的预表 旧约的时候 预先表示 表示到新约的时候来成就 所以这两个是一体的 一体成型 这个就是神要救人的道理 那在西伯来书 这个新旧约的桥梁里面 他也讲到旧约的这个藏目的这件事情 那他说 哇 这个藏目呢 是属灵的 在圣所 那就是真藏目 真藏目里做直视 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那这个藏目呢 那这个藏目呢 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所谓天上的真藏目 那到了我们来看第五节 然后第五节说 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影像 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墓的时候 蒙神警戒他说 你要谨慎 做各样的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认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利的 阿们 这里他告诉我们 这个是供奉的事情 是天上的样式 所以为什么 他有两次同时指示同样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表明 中间摩西预表耶稣 那耶稣 那再次一定会有新约这件事情 所以他说那个叫做更美之约 那表示在这个新约 那他约里面的内容都一样 他没有说这个新约 这个第二次告诉你们的比较厉害 也没有这么讲 内容是一样 因为是同一个神 那所以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 那耶稣就是这个更美之约的中宝 什么是中宝呢 中宝就是人和神之间的那个桥梁 那所以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所以 这本圣经 他在描写我们 我们世人啊 所有的人 跟天上这位神的关系 好像父子啦 是父子关系 但是今天我们好像 流离失所的孩子 找不到自己的爸爸 那我们也只有一个爸爸 所以表明只有一个神 那要怎么找到这个爸爸 就是要透过耶稣 经过耶稣这个中宝 借着他才能到父那边去 所以 倘若我们现在 是这种找爸爸 找天上的这位父神的 所有亲朋好友 我们真的 全世界只有借着耶稣的名 才能找到 所以这边讲主耶稣 是更美之约 也就是新约的中宝 那 所以表明绝对有新约这件事情 那他又说到这个真帐幕 是主所之达的 不是人哦 所以不是用人的方法 来建造的 所以我们不断的谈到 这个帐幕 旧约的帐幕 就是预表新约的教会 那教会 不是人所之达的 不是人设立的 是天上的神 来设立 他的那一个教会 这就是圣经的概念 所以它叫做真帐幕 那 所以今天倘若我们在找教会 我们要确定 这个教会 没有创始人 因为是要主耶稣亲自设立的 那个才叫做真教会 真帐幕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方向 没有创始人 就是耶稣基督本身 那 看到了这一个部分 所以到了新约 旧约说 我要住在他们中间 所以设帐幕 设会幕 新约说 教会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 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 教会是神要住的地方 因为 神就是灵 那神的灵 住在这个地方 表明这个地方 是他的家 同样的概念 这就是新旧约的一个桥梁 那我们一定要找到 那个地方 要有圣灵的同在 因为神只有住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也非常的 我们真的 和所有亲朋好友 彼此勉励 真耶稣教会 是圣灵亲自建立的教会 要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赶紧的 传天国的福音 给全世界的人 希望我们都能够 被主的爱来激励 来进到这个 真帐幕里面 那 可是呢 在这个里面 我们继续的往下看 虽然耶稣要立这个新约 可是 他说 第七节到第九节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不向我拉着他们主中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所以这边讲到主要另立新约 那另立新约 那看到这个 他说 以前这些旧约的百姓很被动 跟神立约的时候是很被动 所以他才要另立新约 新约的内容 第十节 他有说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相邻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这里就是神立新约的内容 因为旧约的这些选民 我们看 神的道理是这样子颁布 可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子来遵守 所以神才要另立新约 他说这个新约的内容 是放在我们心里面 神的律法 要怎么样可以放在我们心里面呢 我们来看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二十六节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说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主之地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阿们 这里 同样 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顺从神的律力 他说当神的灵来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石头心 变成肉心 神的灵 也就是圣灵 这边就是旧约先知预言圣灵来 那圣灵来的时候呢 就会让神的律法 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才可以完全的顺服他的旨意 来建造这个属灵的会目 所以新约主耶稣说 就是整真理的圣灵来了 就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建造这个属灵真帐目的人 我们真的要去思考神的心意 顺从神的心意来建造 看到这些选民没有抱怨 就是按神的方式 神的旨意来建造会目 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顺服神的旨意 到了四世纪 最后一句话 他说当时国中无王 个人任意而行 那他的英文是说 国中无王个人照他自己认为对的方式而行 所以神就是他们的王 可是没有照着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 我们看到里面的人 放纵情欲 都是神的选民 那甚至很多都是信仰的带领者 可是呢 他们出来都很愤慨 都感觉是自己是对的 很可惜 他们只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 神说要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 可是呢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 所以以赛亚书55章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5章 以赛亚书55章第8节 第8节说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里表明了天上的神 他告诉我们 神的意念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那这个呢 有时候我们会自己会想说 我很想要这么做 应该怎么做 怎么服事 怎么样过生活 比较好 那可是我们今天 我们是拜这个天上的真神 我们应当要问神 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 顺服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自己没有自己的意思 而是我们愿意在那个 神的跟神的旨意 如果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愿意顺着神的意思 把我们的意思压下来 因为神不会做错事 神看的永远是好的 那圣灵祷告 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之前 连总在开会的时候 也是因为有一个议题 僵持不下 那他过了两天 这个都没办法有结论 那开始有人提议 禁食祷告 寻求神的意思 感谢神 第四天开始 大家禁食祷告 每个都是神职人员 每个都爱耶稣 可是意见会不一样 这个也难免 但是当我们愿意在灵里面祷告 借着神的灵 把神的道理教训我们 神的旨意是什么 路就开了 感谢神 当他们禁食祷告之后 议题就有结了 每个人再坚持的 就不再坚持了 所以 真的 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 来服事神 可能我们所目前接受到的这种 教育也好 整个大环境 教导我们 要学习一种批判 行 反思 这个 确实 可以让我们的思考更活络 可是今天我们要来 侍奉这位天上的真神 我们必须要 把我们的意见 自己的意见 放在神的下面 主啊 你的意思是什么 请你指导我 那即使神指导我们了 可是我们也要问 神喜不喜欢 不是我们自己喜欢就好了 因为你看到这些百姓 都是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那个样式 没有什么 在说 我觉得哪样比较好 每个人顺服神 圣灵的带领 路就开 会幕就这样子 造起来 所以这一种灵修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时刻 彼此来学习 要能够顺服神的心意 那就是透过祷告 主啊 你的意思是什么 倘若你的意思是这样 那我的意思求你阻挡 那主啊 看起来我好想要这个意思 可是 你喜欢吗 你喜欢这个事情吗 倘若你不喜欢 我就不要做 这就是一种寻求神的灵修 我们最后一起来看 诗篇二十五篇 诗篇二十五篇 第四节 我们一起把四到五节念过一遍 预备开始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我们 诗人对神的体验 他说求神将你的道指示我 不是我的道 所以在灵性的成长上面 会目 真帐目要能够建造起来 需要我们每一位亲朋好友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寻求神的意思 能够顺服神的意思 所以从今天这章当中 我们看到 要遵行主的道理 因为我们有祭司的身份 要与这个身份来相称 那第二个 我们应当顺从神的旨意而行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活出真帐目的样式 一起在信仰上彼此来追求 一起来唱赞美诗